我们先来绘制它的墙体 在这里下面的是需要勾线的 因为窗户的大小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直接来勾线 对它进行挤出 摆放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门窗一起来坐 然后来扫描 同样的对齐于墙体中心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提取它的线来进行做玻璃 点错了 挤出5毫米做玻璃 挤出5毫米做玻璃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窗框还有一个在这里我们还要复制一段 有了之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楼阳台板 同样的挤出100 同样的挤出100 添加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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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做一个 在这里画大了 我们调整一下 再做一圈挤出400的高度 在这里再做一圈矮墙 和旁边的一样挤出400的高度 添加材质 添加材质 然后来绘制栏杆 这个地方的栏杆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绘制 Shift加记 隐藏集合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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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固定出来,现在来绘制它的玻璃 直接挤出 对齐于中心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栏杆的中心的这根线 再往边上移一点 让它保持在中心的位置 这里做好了之后 我们接着再往右边来进行制作 在这里我们大概能观察到 这边的正面墙体和左边的这一面非常的相似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墙体直接复制过去 再来进行调整 墙体称组 直接往右复制 在顶次图上摆对好位置 在这里我们发现门的位置比较高和左边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调整一下 墙也比左边的要短一些来调整 墙也比左边的要短一些来调整 调整好墙体之后 我们再来调整我们的 门框 多余的线段进行删除 将点往下移 玻璃也进行调整 在这里就不必重新再去绘制了 直接将我们已有的东西进行调整 这样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有了之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阳台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左边的阳台比较大 右边的要稍微小一些 所以我们就重新来绘制一下 同样的先绘制阳台板 进行挤出 然后提线来做外面的这圈线条 轮廓 轮廓 在这里取消一中心 负的100 挣的100 在这里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将我们的点往外移 因为我们在cd上看到它那里是没有断线的 可以直接往外移一点 因为我们在例面上能观察到在这里是没有多余的结构线的 说明这条线是已经在最外面了 所以我们将它往外挪一点 解除400 把它们看在这里 同样的原地复制CtrlV 删除它的几处的命令 将它顾虑出来 将两端的线段删除 将中间的这一圈线也删除 用它来做我们的栏杆 同样的下面也有 然后直接的在这里提取一些 南竿已有的来调整 在这里摆放位置 这边同样的将位置摆好 然后再来做它的玻璃 原地复制 再对它进行一次轮廓 选择样条线进入它的命令 然后以中心 以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800的高度 更改一下它的材质 南竿的颜色进行一下调整 在这里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这边的这一面墙体 在这里它有一点带弧形 所以我们要把它拆分开来做 首先我们先来做这边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挤出 层高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2米8 然后弧形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来单独的从顶式图上来绘制 这边同样的 来连接 再来挤出2米8的高度 然后再来添加材质 同样的 再来绘制一下 这边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线来进行绘制 直接挤出高度CF加G 可以在这里测量一下 它的一个墙体的高度 意味 上面同样的 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 300 我们可以将这里改为300 然后更改材质 再然后添加一个窗户就可以了 再然后添加一个窗户就可以了 正立面上进行绘制 然后旋转 我们可以旋转到45度 30度 然后对点进行调整 将长度 将长度移过来 这边同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复制一根线段 到我们的中点 直接对它进行扫描 在这里更改一下 就可以把窗户做出来 然后再直接添加材质 在这个地方玻璃的绘制 我们可以从顶式图上来进行绘制 我们直接从窗户的中心 选到这根线 对它进行一下轮廓 5 对它进行挤出 1米7 1米5 挤出1米4就可以了 然后更改一下它的材质 这样我们的这个窗户就已经做好了 这种带斜面的墙体和窗户的制作 一般都是从顶式图上来进行墙体的绘制 然后来做一个拼接 然后它的窗户的绘制 我们可以在旁边先绘制一个正常的 然后再来进行点的调整 或是旋转来处理窗户的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移露的这些墙体进行一个补上 那这样我们的正立面就基本做好了 在这里补墙的步骤我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 我就直接来补